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样子 你怎么看非洲及其非洲国家 通尼斯的发展道路是什么 中国艺术团成员对通尼斯感觉如何 除了本次采访中提到的内容外 你还了解通尼斯什么 作者在文中说了多少次我爱你 为什么要这样重复 为什么作者喜欢通尼斯人 通尼斯人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作者将通尼斯人 人民描维成央 分配给他的最重要的名字和行为是什么 在作者看来公会在民族运动中的重要性是什么 那个时代的阿拉伯国家和通尼斯人民是怎样的 作者写这篇文章的风格是什么 仔细阅读对话 并尝试以你自己的风格给出其主要思想 仔细阅读课文并试着背诵它 与你的同学表演以下场景 访问约旦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团长 与约旦文化部长会谈 访问约旦的大院 去年高等教育部 国际关系司司長 告别访续中国教育代表团 中国信息出版署署长办公室主任 在北京国际机场接待来华访问的阿拉伯媒体代表团 中国商务部部长招待阿拉伯经贸代表团放华 学生讨论如下 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一样在近代历史上也遭受过侵略和苦难 他们是如何斗争和战斗来摆脱他们 你在同学面前讲述中国或阿拉伯的历史故事 使用互联网向你的同学介绍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最重要和最著名的美丽方景